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导弹击中了俄罗斯边境城市贝尔戈罗德的一座公寓楼 造成至少7人死亡,17人受伤 这次攻击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跨境攻击不断升级 接着,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泽西州的一次集会上 将虚构的连环杀手汉尼巴·莱克特的称赞为 一个了不起的人,随后他用此话题转向批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情况 最后,我们来到伊利诺伊州,一位男子在街头刺死了他的妻子 然后在他们的幼儿在家中时自杀 这些新闻反映出当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紧张和悲剧事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中,从国际冲突到个人悲剧 我们见证了人类行为的极端和不可预测性 首先,Taili Graf报道了一起发生在俄罗斯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的悲剧 一枚来自乌克兰的导弹击中了一座公寓楼 造成至少7人丧生,17人受伤 这次攻击标志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跨境攻击的加剧 据俄罗斯官员称,至少12枚导弹袭击了该社区 导致建筑部分坍塌 俄罗斯声称,乌克兰在此次攻击中使用了TOKA弹道导弹 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这起事件发生在俄罗斯自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 首次跨越边境北部哈尔科夫地区进行步兵突袭之后 在另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中 Yalgu US报道了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新泽西州怀尔德·伍德的一次集会演讲中 竟然称赞了虚构的连环杀手汉尼拔·莱克特韦 一个了不起的人 特朗普利用这一评论过度到批评未经许可进入美国的移民 声称他不希望被释放进入我们国家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此前曾赞扬过由安东尼·霍普金斯 在电影《沉默的羔羊》中饰演的莱克特角色 目前特朗普面临四项起诉 共计80项刑事指控 最后 Yalgu US报道了一起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悲惨事件 一名男子在街上刺死了自己的妻子后自杀 当时他们的幼儿还在家中 5月11日上午11点10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警 称在乔利埃特市的一个社区 有一名女子在街上被刺伤 根据乔利埃特警察局 5月11日的Facebook帖子 这起事件被视为一起谋杀 自杀案件 这些事件反映了从国际层面 到个人层面的极端行为 展示了人类在压力 冲突和情绪失控时 可能采取的极端措施 无论是国家之间的战争 还是个人的悲剧 他们都提醒 我们需要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 以及在面对挑战时保持人性和理智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 每个角落的夜空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卫报》上Nikola Jennings的漫画 便生动地描绘了这三幕 在英国人们仰望夜空 或许为了寻找北极光的壮丽 而在乌克兰和加沙 仰望夜空的人们 可能更多的是在关注冲突与暴力 这幅漫画不仅是对比了 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 更是对人类共同的天空 给予了不同的解读 《独立报》报道的是 乌克兰东北部边境城镇的紧张局势 随着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地区 发动新一轮攻势 数千名乌克兰平民被迫撤离 哈尔科夫地区的州长报告说 超过4000名市民已经被重新安置 包括沃夫查斯克村的居民 该村庄遭到了俄罗斯炮弹的重击 在沃夫查斯克 至少有两人在俄罗斯的袭击中丧生 其中包括一名78岁的老妇人 哈尔科夫地区的形势变得困难 因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控制近两年后 重新开辟了前线 尽管俄罗斯声称 已经占领了边境乌克兰一侧的9个村庄 但乌克兰对此表示争议 英国外交大臣的代委卡梅伦 将哈尔科夫地区的情况 描述为极其危险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 雅虎美国报道了麦阿密海滩南海滩 一条繁忙街道上的夜间枪击事件 一个男子在周日凌晨外的 Exchange South Beach夜总会外被枪杀 受害者被送往医院 但宣告死亡 警方呼吁公众提供有关此次事件的任何信息 这些故事 无论是在英国享受北极光的宁静 还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战火纷飞 亦或是在麦阿密海滩的夜间枪击案 都让人不禁感叹 尽管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但每个人的生活经历 和所面对的挑战却天差地别 Nikola Jennings的漫画 《独立报》和《雅虎美国》的报道 都以不同的视角 揭示了当下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和平的追求 还是暴力的冲突 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 希望未来当我们仰望夜空时 能有更多的人享受到宁静与美好 而非战争与恐惧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英国外交大臣大卫 卡梅伦对于是否应该停止 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 发表了鲜明的观点 多伦多星报报道 卡梅伦认为 停止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 将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 这仅会加强哈马斯的力量 他便称 与美国相比 英国对以色列的武器 供应量非常小 且英国拥有一套 可以在出现严重人权 侵犯风险时 终止的许可制度 这一立场发表之际 正指美国政府威胁 若以色列对加萨南部城市 拉法发动攻击 将停止 向其供应武器 英国的反对派工党和人权团体 已呼吁英国 采取类似立场 卡梅伦还指出 将英国军队派往加萨 作为国际援助努力的一部分 将是一个不应貌的风险 援助的递送 很可能会通过承包商来执行 与此同时 音乐和文化的力量 在亚洲的另一端展现出来 南华早报报道了一场名位 Great Music 2024的 盛世将在香港举行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一流音乐家 这次活动由康乐级文化事务署组织 旨在展示多样化的 音乐类型和风格 其中一位亮眼的艺术家 是国际知名的爵士音乐家 Elaine Elias 他将与Mark Johnson Leandro Pellegrino 和Rafael Baratta一起演出 小提琴家Ray Chan 以其技艺超群而著称 将与钢琴家 Hulio Elizal合作 演奏包括巴哈 贝多芬等作曲家的作品 冰岛钢琴家 Viking Girl Olofsson 将演奏巴哈的 哥德堡变奏曲 展示其卓越的音乐才华 和创新的节目 此外 巴塞尔施内乐团 将在安德烈亚斯 奥腾萨默的指挥下 与钢琴家 Kyohei Sorita 合作演出贝多芬的 钢琴协奏曲第四号 和孟德尔颂的第四号交响曲 上海中国乐团也将呈现 新东方中国音乐场景节目 展示传统与当代中国音乐 同时 美国官员对以色列 可能入侵加萨南部城市 拉法的计划 发出了警告 根据CNN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捷克 苏利文预测 这样的入侵 将导致大量平民伤亡 引发哈马斯的叛乱 并创造一个恐怖组织 稍后试图填补的权力真空 美国总统乔 拜登已经警告 以色列入侵拉法 将导致他暂停某些武器转移 布林肯和苏利文 试图反驳那些 声称拜登 让以色列自己应对的说法 但也批评以色列 在其对抗哈马斯的战争中 未能充分减少平民死亡 这些事件 揭示了国际政治 文化交流 与人道主义的关切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英国对以色列的 武器销售政策 到香港的音乐盛世 再到美国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警告 每一件事 都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 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与影响的现实 这些故事 不仅是新闻报道的主题 也是全球公民 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议题 在俄罗斯 靠近乌克兰边境的 比尔戈罗德地区 一栋十层高的公寓楼倒塌 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 《独立报》报道 克里姆林公声称 这次倒塌 是由于乌克兰的导弹袭击所致 尽管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支持这一说法 近几个月来 别尔戈罗德地区 一直是俄罗斯军队的攻击目标 随着俄罗斯军队 向哈尔科夫地区 发起致命进攻 迫使数千名乌克兰平民 从边境附近的城镇撤离 这一事件 凸显了该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 并再次提醒人们 冲突对平民生活的巨大破坏 另一方面 在娱乐行业 雅虎美国 报道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星球崛起 王国在全球范围内上映 首周末票房达到1.29亿美元 成为2024年第三大全球开化 该片在52个市场中 攫取7250万美元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表现强劲 巴西报告称该片 是2024年最大的开化 虽然在中国 以1140万美元登顶票房冠军 但这一成绩 在五一黄金周后的 高期望之下略显不足 此外 星球崛起 王国还在法国 墨西哥 英国和德国等国家上映 展现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 在音乐界 电讯报报道了 关于爱尔兰欧洲歌唱大赛代表 Bambi Sark 与欧洲广播联盟 EBU之间的争议 这位非二元性别的欧杰流行明星 在欧洲歌唱大赛中 获得第六名 却因与以色列发生争执 而感到被欧洲广播联盟 EBU缺乏支持 Bambi Sark指控 以色列广播公司 Gun违反规定 其中一位评论员 将爱尔兰的表演描述 为可怕和撒旦式的 这位爱尔兰歌手 声称在等待 ABU针对此事采取行动的回应 并表示 这段经历令人压力山大 对EBU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这三则报道 分别从不同领域 揭示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和矛盾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悲剧 到全球电影市场的繁荣 再到国际音乐竞赛中的争议和不满 这些故事展示了 从冲突与破坏到创意与娱乐 再到争取尊重与理解的斗争 每一个故事 都是当代社会复杂性的一个缩影 反映了不同背景下人们的生活 梦想和挑战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 家庭和朋友们正 为了他们所爱之人的不幸遭遇而奋斗 试图在这个看似冷漠的社会中 寻找正义和安慰 这些故事 虽然发生地点和背景迥异 却共同揭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现实 在我们身边 有太多的生命被不公正地夺去 而他们的家人 则在不懈地为他们寻求公平和记忆 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CBC报道了关于Tanya Brooks 一位原住民女性 在2009年遭到谋杀的故事 15年来 Tanya的家人和朋友 每年都会聚集在她被谋杀的地点附近 以纪念她的生命 她的姐姐Fanessa 呼吁结束这个未解的案件 强调她妹妹的生命意义重大 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这起谋杀案至今仍在调查中 根据统计 从1980年到2012年间 有约1181名原住民女性和女孩 在加拿大失踪或被谋杀 而在加拿大的另一端 一起引起加拿大和印度外交摩擦的谋杀案 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Yoku US报道了加拿大警方 宣布逮捕了第四名 涉嫌谋杀西克教分裂主义领袖 Hardip Singh Nijer的印度国民 Nijer去年6月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个西克教寺庙的停车场被枪杀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去年指出有 可信的指控表明 印度涉及此谋杀案 从而引发了与印度的外交争端 印度曾指控 Nijer与恐怖主义有联系 并指责加拿大庇护她 在英国伦敦 一位66岁的NHS工作人员 Anita Mokei在白天的大街上被人刺死的悲剧 也震惊了社会 根据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Edgeware的Burned Oak Broadway 当时是上午11点50分 Mokei是一位已婚的母亲和祖母 她还兼职担任NHS的医学秘书 她的家人通过大都会警察局发布了一份声明 并分享了Mokei微笑着抱着孙子的照片 一位家庭朋友将这起事件描述为 绝对的悲剧并批评社会 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 不再重视生命 大都会警察已经呼吁人们 不要在网上分享这起事件的血腥画面 并表示不再寻求其他嫌疑人 一名22岁的男子已被指控谋杀的Mokei 这些故事虽然令人心痛 却也凸显了家庭成员 在面对悲痛和不公实的坚韧不拔 他们通过纪念 法律斗争 甚至是在公共舆论 场合发生 不仅是为了寻求正义 更是为了保持对 使去亲人的记忆和尊严 这些努力虽然不能抚平失去亲人的痛苦 但他们提醒我们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记住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